第202章 关于愤怒和勇气的抉择 宁缺离开雁明湖后 没有直接进宫 而是先去松河楼喝了一顿酒 喝得不多 然后 他沿着朱雀大街散了散步 走得不远 任由春雨撒在他的头上 脸上和身上 好在春雨温柔 身上的衣衫不是很湿 以酒活血 以不散气 以雨清新 他渐渐平静 接受了对于唐国和书院来说 极为令人愤怒的现实局势变化 来到了三元里 街坊四林都在准备晚饭 菜油爆锅的味道 和威师柴木燃烧的味道 混在一起 有些好闻 他的心情愈发的平静 他站在院门前的石阶下等待 不多时 院门伴着一声支压打开 二师兄走了出来 随后夜色里响起支压支压的声音 宁却对着夜色和石阶行礼说道 九徒和屠夫应该是得到了浩天的承诺 他们可以得到保持自我意识的永生 所以他们选择了服从 他们成不过第二次永夜 这是他们最大的恐惧 君墨说道 院内有人挑起高灯 街巷被照亮 夜色褪去 露出两张轮椅 鱼帘道 靠天神国 不可能允许自我的意识存在 懦夫的智慧 比不上勇者的愚蠢 大师兄没有参与到师弟师妹们的讨论中 他静静地看着夜空 看着雨云后那轮明月 又像是看着那个有去无回的浩天神国 君墨看着宁却说道 愤怒 有时候会带来勇气 更多的时候 没有意义 于连看着宁却说道 既然你已经冷静下来 那么便接着谈 可 怎么谈 你想怎么谈 就怎么谈 宁却想起自己和皇后曾经说过类似的话 深情有些苦涩 大师兄收回望向夜空的目光 看着宁却微笑说道 小师弟 加油 好吗 大殿里非常安静 就连烛火散发的光线都显得有些清冷 所有的太监宫女都被远远地隔离在远处 岸前只有皇后和宁却两人 皇后看着岸上 看着岸上那封黄蜂皮的书信沉默不语 宁却看着岸上西陵神殿使团的条件汇总卷宗沉默不语 但终究不可能一直不说话 世间真有度过永远远的修行者 皇后看着宁却问道 依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宁却想了想 千年有圣人出 九徒和屠夫两人在世间不知修行了多少个千年 虽然在城外他们始终没有险胜 但他们的境界肯定要超过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想象 换句话来说 俗世的武力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 皇后微微粗眉 那个九徒与灌主相比 谁更强 九徒的境界货者更高 但实力却不见得能超过灌主 皇后有些不解 哦 为何如此 他和屠夫无数年来只能行走在黑暗里 无论身心皆以伪顿腐朽 灌主则始终行走在光明中 随着夫子的离去 恰致巅峰 如果九徒和屠夫中的义人敢走进长安城 我有七分的把握能杀死他们 即便他们一起进长安 我也有一分的把握 一分把握和没有把握 基本相同 如果是别的修行者 这种说法正确 但既然面对的是九徒和屠夫 那么一分把握便是十分把握 因为他们很怕死 如此境界高深不可测的大修行者 难道还没有堪破生死 老师曾经说过 修行 修的就是时间 活得越长 能力越强 但活得越长 也就越怕死 永生是最大的诱惑 死亡 便是最大的恐惧 九徒和屠夫 便是这样的两个人 所以他们才会向浩天投降 也正是因为这点 他们两个人 不敢踏进长安城一步 皇后的眼眸 多了些许明亮的光泽 那在城外 如果两位师兄师姐 都处于巅峰状态 或者可以试一试 宁却想起那只 在春风里摇摆的酒壶 摇了摇头 可现在问题在于 没有人能够找到 或者说 追到那两个人 皇后眼眸里的光泽 渐渐脸去 这就等于说 九徒和屠夫两人 便是悬在我大唐 子民头顶的两把大刀 随时 可能落下 西陵神殿 敢提出这些条件 平视的 正是此殿 皇后看着 岸上谈判的简报卷宗 沉默片刻后说道 九徒和屠夫的存在 必须是个秘密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宁却明白皇后的意思 大唐刚刚走出绝境 民众的信心渐渐恢复 军队士气正胜 镇南军打得如此辛苦 却始终不肯把青霞完全阻断 就是因为所有人 都在等待着反击的那一天 如果让唐人知晓了 九徒和屠夫的存在 士气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没有反击可能的战争 对所有人来说 将是绵绵无期的折磨 宁却看着皇后的眼睛说道 朝廷和书院 怎么解释和西陵神殿 签下的这份合约 大唐割让的土地和战争赔款 必然会被人们知晓 皇后微笑 耻辱呢 会带来勇气和愤怒 这两种情绪 如果有途径 能够把愤怒的情绪释放 那么剩下的 便是最纯粹的勇气 宁却觉得皇后的笑容很美丽 却不知为何有些寒冷 怎么才能让大唐的军民 把这份耻辱合约 所带来的愤怒完全释放呢 他不想继续往深处想 他觉得自己有些想得太多了 民众 或者可以暂时瞒着 但朝堂上的大臣们 必须知晓事情的真相 书院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 朝堂再次陷入动乱 既然是民众供养着他们 那他们在这种时候 便应该替民众承担精神上的压力 皇后想了想后 同意了她的看法 敲响了岸上的小金钟 没有过多长时间 十余名最重要的大臣 都来到了夜店之中 连夜入宫 大臣们的精神都有些疲惫 只是想着皇宫催得如此之急 怕是北疆战士再起 或者是西陵神殿的谈判出了问题 哪敢有半点的怠慢 纵使他们已经把情况想得很糟糕 却依然没有想到 在皇宫里等待他们的消息 竟然糟糕到了这种程度 一时夜店幽静无声 别的条件都可以答应 店内响起一道疲惫的声音 那是刚刚赶回长安城的 书城大将军 大将军的神情很沉痛 因为他知道 这份合约将是大唐帝国 难以抹去的耻辱 那些条件里的每一条 就像是金条一样 抽打在他的心上 但那些条件都可以答应 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 大唐没有别的选择 然而西陵神殿提出的条件里 有一条是无论如何 他也不能够接受的 他看着皇后和宁缺 一字一句地说道 向晚员 不能让 大唐征锡军自冲领撤回 大部分并入镇北军 由徐迟大将军统领 准备春深时分 与金帐骑兵之间 可能再次爆发的战争 书城大将军回到长安城 以便徐迟统领两军 同时也是长安城军部 需要一个有分量的将领坐镇 他反对割让向晚员 不是因为军方 无法承受这种羞辱 而是因为向晚员的重要性 向晚员 位于大唐北江七城寨之南 是一片连绵千里的天然操场 无论雨水还是地貌 都是最合适的羊马地 也是大唐战马的主要来源地 大唐铁骑纵横世间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便是因为千年以来 向晚员 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提供着 最神郡的战马 在西陵神殿的议和条件中 最重要的一条 便是代表金帐王庭提出 割让向晚员 而这也正是大唐朝野 绝对无法接受的条件 去年秋天 金帐王庭的起兵 如狼群一般难侵 大唐朝廷内部纷争未歇 随陛下出征荒原的起兵 困守贺兰城 镇北军的准备严重不足 七城寨 接连被迫 然而 就是在这样绝对严峻的局势下 徐迟大将军也根本就没有想过后撤 镇北军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惨烈代价 最终把金帐骑兵挡在了七城寨以南的百里一线 为什么 因为大唐必须保住项婉元 这片马场是大唐强盛千年的根基 是唐军纵横世间的根本 甚至可以说项婉元就是大唐 金帐王庭的起兵本就是唐国强大的敌人 如果项婉元被割让出去 金帐王庭必然会变得更加可怕 而唐国则会不停的衰弱下去 殿内响起一位文臣有些不解的声音 和歌让东山郡相比 这片草场算不得什么 就算少了些战马 日后再从金帐处抢回来便是 即便在这等时刻 大唐的官员们依然拥有强悍的乐观精神和信心 书成 寒声说道 席令神殿要我们赔赴战马 再把项婉元让出去 日后的大唐即便盔甲军械优良 却再无坐骑可用了 怎么去抢 对方既然提出了这等绝户计 怎么可能留下漏洞 他们就是要断我大唐的根基啊 他最担心的便是皇后和书院 不了解项婉元的重要性 看着宁却力声说道 如果把项婉元割让给金帐王庭 大唐离灭国便不远了 皇后看着宁却说道 若歌让向婉元 大唐百年之内都休想恢复元气 西陵神殿必然是清楚这一点 才会提出这样的条件 宁却看着岸上的那些卷宗 很长时间都没有做出决定